麻辣烫有麻辣烫的 火锅有火锅成 为什么关东煮就没有一个只卖关东煮的店呢 明明那么好吃 要不我自己买个关东煮开店 一定会有很多人来买的 这个呢就是我买的关东煮机了 就是看它这个外形啊 仿佛置身于那个那个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只需要把关东煮机里面这些汤煮开 就可以下食材了 我好像忘了买食材 那么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测评关东煮机里面的汤吧 一天后 那么经过一天一夜的蒸煮 这个汤就算是煮好了 鲜 但是感觉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太够咸 我已经等的快饿死了 我的快乐 没熟 就前两个来说呢 这个墨鱼碗感觉吃起来非常的嫩 而且因为这个汤料的缘故 吃起来非常的鲜 再煮一会 鱼芙蓉 鱼芙蓉是什么 我知道 郭芙蓉 我还是要排山脑海 可能正在看视频的你们不知道这些东西 这都是经典 这个鱼芙蓉吃起来感觉 味道没有刚才那个墨鱼丸那么重 但是嫩还是挺嫩的 比较适合那些口味比较清淡的人吃 大家说吃什么呢 海带结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海带结啊 为什么他们都要说它叫昆布呢 这个昆布 是我吃到目前为止感觉口味最淡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对口味非常重的人 所以说这个口感我不是很喜欢 它长得好像甜不辣呀 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吗 吃起来里面还有一些脆脆的东西 好像里面卷的是一些肉馅 被这个关东主机煮过以后 真的什么东西都会变得好鲜啊 这可能就是关东主机最大的魅力 这又是个什么 千张肉福包 它里面也是一些肉馅 感觉结构跟刚才吃的那个东西有点像 但味道我个人感觉没有刚才那个好 这个东西才是甜不辣 甜不辣可以说是关东主里面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东西了 其实到现在为止都很好奇 它为什么这个东西叫做甜不辣 有没有人能给我科普一下 甜不辣在关东主里面的味道是绝对没有办法 跟它在麻辣烫和火锅里面的味道相媲美的 嗯好像说反了 甜不辣在关东主里面的味道 绝对没有办法用甜不辣它在火锅 或者是 麻辣烫里面 哎呦这个逻辑怎么还不对了呢 火锅里面的甜不辣和麻辣烫里面的甜不辣 是绝对没有办法跟关东主相媲美的 嗯这次理对了 这个鲜味就不用说了 翡翠龙虾风味完 我以后就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好吗 鱼烧 这个章鱼烧哦 感觉味道一般 过两天我给大家整个大章鱼来吃 说传你们可能不信这个东西叫做鸡翠 我以为这是鱼豆腐呢 北极翅 这北极翅吃起来有一点甜 然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腥味 个人并不是很喜欢吃 竹轮 给你们演奏一首美妙的音乐 这个竹轮吃起来是非常Q弹的 然后里面的感觉非常滑 我带 嗯 这是糯米福袋里面是糯米 这感觉没啥滋味啊 那么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关东煮机还是比较超出我的预期的 关东煮反正吃起来就是嫩 鲜 炕 但是如果自己在家里也想吃的像关东煮的话 也可以买一个这样的机器 但是呢 不要像我一样买买个这个在房子的 多花了一百多少钱呢 如果实在觉得这个机器很麻烦呢 买点调料在家里煮也可以 嗯 那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机器 幸福开饭 全包最下饭的美食测评网率 其实你们都在质疑我的王室刷牙太极法太娘 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猛男刷牙 第一 滚 滚 横竖45度刷就完事了 人家的手都那么脏呢 第二 大力出炊劲 哎呦 不关人家的事啦 人家才没有力气呢 鸟实在学不会 用欧乐VP3C电动牙刷也可以 特殊的小圆图设计完美贴合牙齿 只要一颗颗的放在牙齿上 千千厚厚上山下下全方位包裹移动过去 轻轻松松清洁到位 万一你用力过吗 还还会亮红灯气息吗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牙刷炸 摸把牙印刷不血了 再搭配这个 双脚修护小白管 走往各一次 给牙银维稳 给牙齿美白 不过出门在外 肯定做不到吃完饭就刷牙的 我还有Y型牙蟹棒 吃完就再踢一踢 小巧可爱 方便携带 我们某人 都爱用 幸福开饭 全网最下饭的美食测评网绿 今天我们测评的是 斯洛文尼亚口粮 斯洛文尼亚维于中文的布 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家 所以这个国家在市面上流通的口粮 也是特别的市少 蛋黄派对不起 饼干 饮料 能量棒 餐具 咖啡 巧克力 不知道是啥的肉酱 湿纸巾 素溶咖啡和咖啡瓣 主食和加热袋 辣鸡蛋 首先还是这个饼干 这个饼干跟从外观看上去 跟日常看到的饼干不太一样 也不知道它口感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个饼干里面长这个样 它楼上没有很多口粗糙的纤维 这什么饼干嘛 这好像就是把面包晒干了一样 小麦味特别的浓 这起来还蛮香的 这么多菌粮里面 第一次吃到我觉得还不错的饼干 过期了 下一个 闻上去是果真的味道 烹泡之后是这个样子 5.4.5 下一个能量棒 这个样子 这个能量棒闻上去有一股非常浓的焦糖的味道 主要也过期了 我们小小的藏意丢丢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口感像下起码更加绵软一点 除了过期我感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下一个 同样过期的巧克力 尝一丢丢吧 这个巧克力吃起来蛮甜的 可可豆的味道特别多 感觉蛮好吃的 那我们再来一个咖啡吧 其实我非常好奇 这两个咖啡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就是咖啡 那为什么咖啡 对比一下咖啡 找边的这个包装找不出来一个糖 然后呢 它倒出来发现是一杯糖 如果有人非要说它是白咖啡 我就顺着往这过去打破这个头 那这个应该就是获得价值的咖啡了 这个就是咖啡和咖啡饭的地方 深度烘焙的 让我想起了民族至光瑞幸啊 闻上去确实是那种深度烘焙的糖 加了糖以后的这个茶 喝起来就是 我感觉要好很多了 但是那个苦还是特别的东西 不知名的它到底是什么酱啊 哦好像是午餐肉啊 能味道的话有点像火锤肠 一小可 我估计如果它没有过期的话 可能味道会更好 主食以及加热袋 放置一边 那这个应该就已经加热好了 那这里面是什么 哦 嗯好香哦 这是什么呢 里面是这个样子 这个好像蛮少见的 你尝尝这个豆子 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大豆 然后这个汤就是一个西红柿的汤 但是感觉味道有点偏淡 这里面每一块肉都有这么大块 然后好像只有两块 那么这个斯洛文家口粮呢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最后的主食口味有点偏淡 不太符合我的口味 嗯 除了过期以外 其他都还好啊 我上个厕所 那么厚实的肥牛我吃过 那么多的虾黄我也吃过了 接下来还能吃什么呢 不如今天来个500元的炸鸡吧 实现炸鸡自由 各种口味都来一遍 好了就等它送来了 2000 years 这就是我等了两个小时的炸鸡了 饿死了 不愧是现炸的 外酥里嫩的 果然油炸食品就是能给人再来幸福感 啊 我现在感觉不是吃不下了 太油了 腻了 我来一瓶酸奶解解腻 炎 哎呀 舒服多了 益生菌酸奶和低温乳酸均衣品 有帮助消化的作用 吃一些油腻的和麻辣的食物 都可以来点酸奶或者乳酸均衣 早知道我之前吃肥牛和下滑的时候 就喝酸奶了 说不定还能多吃几盒 但是大家购买酸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有活菌的酸奶才是新鲜好酸奶 这是同事的下午茶 嘿嘿嘿 这是黄油 干吃 黄油也能干吃吗 不过说起来我还没有干吃过黄油 一般都是黄油放在锅里化开 然后用来煎牛排 最多见过小小哥用黄油做了糊 干吃黄油我还是第一次见 听这声音 感觉干吃黄油很好吃了呀 那就 其实黄油是用牛奶加工出来的一种固态油脂 是把新鲜牛奶加一搅拌之后 上层的浓稠状物体 绿区不分水分之后的产物 主要用作调味品 营养丰富 但是含质量很够 而这是我买的三块黄油 今天我黄大哈就来挑战干吃完这三块黄油 嘿嘿 又有一集视频 睡 发了 有鱼的奶香味 我都开始流口水了 那先来切一小块尝尝 哇 这 一点味道都没有 哇 干吃这个黄油真的一点味道都没有 就是细品起来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但是真的淡到足以让你忽略掉它 再来切一块尝尝 啊 我知道了 干吃黄油一定要细细的品 细细的品 因为只有你细细的品 忘了一盘都真正的发现到 它是真的一点味道都没有 那我想知道这玩意 就有什么可吃的 那我看视频中是炸白糖吃的 说不定炸着白糖之后味道就变得不一样了呢 试试 哇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黄油在炸上白糖之后 居然变成了白糖的味道 那就是白糖的味道 除了有点腻之外 真的一点味道都没有多 我现在就想知道 视频里那个女生是怎么面不改色的吃掉那么多黄油的 我王大河竟然已经说了 今天要该吃完三块黄油 我就一定要吃完这三块黄油 说到做到 如果我吃完了 就看在这么腻的份上 我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开吃 这一块的最后一点了 这最后一点怎么这么大呀 我糖都快被我沾没了 最后一口 这一块 我终于吃完这一块了 啊 我现在感觉快要腻死了 我好像要进了一个 大油缸里面 我清楚地感觉到 黄油铺满了你的上额 不是 是铺满了你整个口腔 剩下的两块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这个挑战就到此结束吧 我就跟你说 我绝对不相信 有人能够 干吃完这么三大块 荒油 面不改色的 不可能 竟还听也不可能 虽然我这次挑个失败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看一下 还有下车和我一起加入美食区位景 不算21流浪服务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诚意啊 米滋滋 对 对 对